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授觉品 其实授觉就是授记的意思 授记 授觉这一品经 它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这八大菩萨为首的贤护菩萨 这拔头河呢 他就问了说 既然这个菩萨沙美法门这么好 那么是不是 佛陀你原集了以后 是不是这样这个法门还继续有效 这个题目问得非常好 结果佛说 四十年以后 这个东西就没了 可是呢 当它纷乱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是因为佛的微神力而出现 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八大菩萨呢 都站出来 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地来承接着 这样子的一个法 那么也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波多沙美的法就没有 就不会有中断 佛听了他们 这八大菩萨站出来 这个五百菩萨也站出来 那么四众弟子全部都办出来 说要护持波多撒妹的时候 佛 您的经文里头就是佛笑 佛笑了 那么 他笑的时候同时放了光 在所有经典里头 佛笑的时候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关键 而且说了一个 就是让我们真正对我们的生命 展现无比的喜乐的那个笑容 所以在禅宗里头 也谈到脸花微笑 在这个嫩切经里头 谈到嫩切尘上 那么佛在嫩切尘上的微笑 所以这也表示的 光是这个微笑 这个笑本身就是一个受计 也就是佛的笑 佛光普照到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佛笑了 然后放光 佛放光都是在说正法 而这个放光是照亮了十方诸佛界 然后十方诸佛界又回来 然后在佛的顶上又进入了佛身 也就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佛千百亿化身的教法 他既是佛与十方诸佛的法义 完全相合 又回过头来 是从佛他的心所亲证的 告诉我们的这一个波浊三面经 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 这个在开讲之前 我们这个大家在这里练佛 我们这个讲经讲完了 大家在这里共修练佛 你在练佛的时候 这个练南无阿弥陀佛 练阿弥陀佛 其实让我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 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的法性相应 就好像连上线一样 我们就跟极乐世界相应 好像连上线一样 我们的心自然就会觉得喜乐 就会觉得平安 就会觉得在回应 在调适整个生活上 就会调适的比较安稳比较好 所以佛就说了 这个机遇对八德河的人 说了这个机遇 这个机遇讲八德河 和八菩萨一起五百众 那么你们都是英雄 常当讽词 那么这部经 那么于世之俗无所作 你奉使这部经 与极乐世界的法性相应 你的心自然也有这个智慧 也有极乐世界的智慧 一样有慈悲喜舍 一样有智慧 那么但是你好好的生活 但是你却不要执着在那些里头 这在佛法里头 要把它看得很清楚 了解这个法意 如果你学佛学完了 就是我这些东西都已经看透了 看穿了 我完全都放下了 那么你的学佛学得 是容易跑到断灭那边去 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因为念波族三美 我们跟佛的正法相应 所以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慈悲 我们有我们的智慧 去回应我们周遭的生活 可以做的 努力去做 可是做好了以后 却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 各位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做的 有时有对的 有时有错的 有时有顺的 有时有虑的 有时有成的 有时有败的 有时有得意的 有时有不如意的 但是过了 就过了 你可以检讨 但是你不可以执着在那里 这执着的事情 这个很重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一事之俗 无所作 这些所有的东西 不应该执着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那么横行慈哀 度众生 我们 要长期的 去行持 要去 黏眠一切 有情众生 要慈悲 那黏眠一切 有情众生 什么叫黏眠 不是只有黏眠 在心里头 慈哀 不是慈哀 在心里头而已 各位 你每天在工作 你所做的 也是为这个社会 那也是一样 也是一种慈悲 也是一种奉献 也是一种给予 我们常常 在修行里都忘掉了 有时候 我都没有布施 那就看你的心 你好好把工作做好 就是布施 好好的把事业做好 就是布施 你能够自我延伸 有时候 拿一些事情去帮助别人 那也是一种布施 布施通常就是要 叫我们的我 从小小的我延伸 到更多人身上去 就变成大王 延伸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变成一个自我中心 我们会产生自我延伸 那么我值相对就减少 所以要有恒心的去行这个慈哀度众生 施以安稳 面诸成 我们要施以种种的安稳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 各行各业 我们虽然人类发明了一种 必须用金钱来做流动的 一些互相服务的方法 但是所做的事情要把它做好 敬业乐情的事情 都算慈悲度众生 我们好好去这样子的生活 受众之后 生法家 你能如此好好的 修这个波浊沙妹 到了我们寿命中 要之后 我们自然而然就诞生在佛法的家里 不是人间的家 是指极乐世界奥密托佛 也就是我们回到了佛的怀抱的意思 所以不符归以三恶道 我们就不会掉到三恶道里头 各位你去想想看 寿终是指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结束才叫寿终呢 或者是说 我们一天结束是不是也算是一天的寿终呢 我们一年的结束是不是也算是这一年的寿终呢 对 本来没有时间的 所以叫无量寿 你回到那个非属于生命的世界里头 不属于这一个分子所组成的这一个世界里头的话 那么我们就回到那个无量寿的那边 所以无量寿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归属于无量寿 我们同时是属于无量寿的一分子 但同时在这个地方 人生如旅 像一趟旅行 人生如戏 来演这图戏 人生如梦 那么在这里 这个做了这一场生命的梦 就是你看看 确实是如此啊 那么 寿继讲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你念佛 那么修波浊撒妹 那么八大菩萨 五百菩萨 四众弟子往下 无量的菩萨 都会付出你 所以接下去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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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护品第八 就是讲说 你 当时佛的受祭 给佛弟子这样受祭 其实 所有念佛的人 一起都受祭 那受祭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永护 我们 得到了 种种的 这个 一方面是 我们拥戴了这个法 后面说 我们受到了 这个 这个 龙天的护持 所以叫做 拥护 一方面呢 是 我们拥戴这个法 我们愿意修行 然后我们 也同时得到了 福报 也得到了 这个 很好的 龙天的护持 所以 这个 这一品经 所要谈的重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看 这个 永护品 这个地方 主要是谈 我们 波多三面的行者 那么 这个 读诵行持 这部经 那么 这个 我们得到了 龙天的护佑 你看看 今年是 龙年 这个 这个 星云大师写的 那个 那个 新年 给的 那个 写的就是 这几个字 不懂的人 问我 说 老师 你们佛法 怎么会 写这样 龙天 护佑 我说 我们很频繁 同样在学佛 龙天 那么 所有的 这个 天众 不是只有 一个天 所有的 三十三天 他们在学 在 受祭品里头 念佛的 也通通受到佛的受祭 那么 我们 在人间生活 我们各方面的 在这个 生活上 无常 变化 显然 是比 这个 龙天 的 要弱一点 所以 这个 农天 忽悠 我们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念佛的人 心很安定的 原因在这里 这个 我念高中的时候 有时候要在深山里头 去工作 我心里面好笃定 在深山里头 我有过 晚上 只有我一个人住 在深山里头 就是那个茅草的那种 小小屋子 那个 距离地板 差不多一尺 然后 这就是睡的地方 可是底下 常常都是 蛇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 晚上有时候 还有其他动物 好像也跑到 你那个 那个 这个 后背里头啊 那边 你还是可以哦 那 有各种不懂 你说你相信 不相信 有三神 有种种 有怎么会没有呢 我年轻就相信 有 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住 你才知道 它真的是有 所以你晚上在睡觉 觉得它好像走到很近 到你的 到你的 里头 他逼来 你都觉得 但是我不怕 我知道他不会找我 他顶多路过那里 为什么 我如果还没有睡 我会练佛 不过我也很恭敬 我每一次上去的时候 我也都会 会祈愿 那我也会带一点小东西 恭敬他们 但是 天界的 就不一样 天界的 那么 有修 受济修 博足撒麦的 天界一样有学佛 那么 他会护士我们 所以 我们 德不孤必有灵 所以 应该很安定才对 我们来看 佛寿记 那么 这个 谈到说 这部经 有八大菩萨 五百菩萨 这样子的来护士 那么 现在在这一部 这一品经 永护品 这一品经里头 这个 佛寿记完了 八大菩萨 就 贡献了 这些 衣物 财物 甚至于 奉献了他们的 身体 说我愿意 这个奉献 来护士 这个 博足撒麦 所以 当时 那种 愿力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 是很庄严 而且 是很感动人的 所以 佛呢 就很高兴的 给他们 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 各位 你们这样子的护士 这样很好 所以 经文里头 这四句 是非常重要的 词 忠 正法 那么 会和 谁顺 莫不欢喜 人 忠 之 这四个词 是整个的重点 大家修的 要修什么 修正法 而且 是忠 正之法 忠 是 我们所谓 忠道 的忠 正是我们的正法 我们正法 也需要 以忠道的心 来修持 才修得好 是不是 那所谓的 那所谓的 这个忠 在忠论里头 我们看到 忠尊里头 忠论里头 那么 龙树菩萨 他讲 这个忠 讲到八部的意思 不生 不灭 不一 不一 不来不去 不长 不短 我既不是在这边 也不是在那边 所以不二 不二 也是忠 我们 扶持正法 去行正法 但是我们知道 过去 与现在之间 是一个 时间上 的划分 同 与意之间 只不过是一个 比较而形成的 可是你的心 只有透过 忠正之法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 觉悟的心 才是一个 觉悟 醒觉的 这样子的 这颗心 要用这个心 去生活 各位 我们平常 生活里头 我们面对的 环境 情境 我请问 你所 面对的 任何一个 情境 其实 可以讲说 那就是你的 遭遇 你注定 要在你的 遭遇里头 去觉察 去 想办法 活出 喜乐来 如果你碰到 不如意的 你就 心甘情愿 堕落在 那个地方 说 我就是不愉快 那这个法 就不能起作用了 所以 我碰到什么 环境 都必须在 那个地方 转世 成智 转动了 我 原来 的那个想法 我用智慧 来绝照 在那里 还要 再去看出 一点喜乐 出来 这才叫做智慧 这才叫做 佛 真的 笑了 是不是 有时佛 在法会上 那么 他 虚宜为笑 有时候是 大笑 有时候是笑 但无论如何 他代表的 就是 那个欢喜 所以 忠正之法 而且呢 和会随顺 你一定要面对 真实随顺 你的生活 才可以 随顺着他 才可以 什么叫随顺呢 不是说随波逐流 我随波逐流 就不对了 可是 我可以随缘欢喜 这个声音 稍稍有一点 会嗡嗡嗡 把它调一下 好吗 把它调一下 好吗 那边 有嗡嗡的 好了 现在没有了 可以了吧 可以了 那么 所谓的随顺 就是 无论我碰到 什么样子的 环境 情境 我都能够 看清楚它 去调适它 用我的智慧 去面对它 叫随顺 你有没有觉得 一个人 看到 环境 比较顺利的时候 就高兴 甚至 环境不顺利的时候 就悲伤 不高兴 你有没有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 残废 是不是一种 残废 表示我 只能够 适应 比较 好一点的环境 我 这个 比较 颠簸的环境 我就没有办法 适应 是不是这样 表示我 这个决心 我的智慧 没有开启出来 所以它告诉我们 要 和 会 那么 我们要 契合 这个环境 而且能够 随顺 用我们的智慧 来决绝 莫不欢喜 所以 没有不欢喜 你看 要修 波兜萨妹 然后在 谈到了 这个 拥护品的时候 然后 这个 拥护品上 这个 八大菩萨 实际行动 去护持了以后 佛 却在这个地方 告诉 你的实际的护持 你的行动 要注意的是 持忠正法 会和随顺 而且 莫不欢喜 你们要当 人忠之师 其实 不能当 人忠之师 要当自己的 导师 才可以 所以 这样才能够 成就 真正成为 一个欢喜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 修 波兜萨妹 修 练佛 这件事情 的学佛 到最后来 自己应该 发喜充满 才对 过去 静控师父 跟我们这样讲 他你不能 挑食 他说你养成 挑食的习惯 是一个坏习惯 意思就是说 你什么东西都觉得 要顺的环境 你才高兴 那 万一碰到 不如意的事情 你就不高兴 那是挑食 既然 你已经碰到了 那是 你遭遇到了 我请问 在座 有哪一个人 你可以选择遭遇的 遭遇已经遭遇到了 还没有遭遇之前 不叫做遭遇 只是假设 预判而已 但是已经遭遇到了 有谁能选择 所以 有选择 变挑食 已经遭遇到了 可是 既然已经遭遇到了 我就必须要用智慧 去面对他 而且 要想办法 我也能够活得欢喜 才可以 我之所以不欢喜 是因为 我对那件事情的看法 导致了我的不欢喜 我们的想法 产生了我们的感受 所以 想法 如果还是用一般的想法 好的 坏的 得的 失的 我们从小 长大 就一直被教导这些 这些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 可是 告诉我们 是非对策 得失 这个 这个 成败 好坏 这些东西是好的 我们才有是非 才 知道精进 可是 如果我的心 被这些东西绑死了以后 我只会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不好 我哭了 这个好 我快乐了 有时候快乐太厉害 还会热死了 我还会说 我先说 我说 之前说 听高心 是秋 听高无 是靠系 因为唐那个时候 增冬 打了圣战 听高心 好高兴 他去脑中风 就笑死了 他的儿子曾听嘎吴 听得好难过 就去看他爸爸 但是太难过了 又哭死了 所以心里面他保持的是 一个活的心 是一个活水源头的心才可以的 他告诉我们 欢喜 这个欢喜 成就这个欢喜者 有欢乐心 随时心 随顺心 清净心 却欲心 这个地方是佛 特别在这个地方把它讲述清楚的 我把它 要把这个理由给各位讲 说得更好一点 你练佛了 你还是要有一点正确的方法 在你的人生里头 佛就告诉我们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有欢乐心 有这个随时心 其实随时心就是随顺心 清净心 却欲心 这四个部分 然后 我们修波多撒妹 我们才是真正能够成为欢喜的人生 我们来看看 我这个地方 我要稍稍稍有一点时间 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谈到你受到护持 受到农天护佑 并不是我念佛就受到护佑 这个护佑里头中间有一个 跟农天护佑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戒指 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心的互动 这个心是欢喜心 这欢喜心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是欢乐心 什么叫做欢乐心 以我们现在 这个 目前心理学上的研究说 欢乐 快乐从哪里来 快乐不是平白而来的 快乐是你建构出来的 快乐是你建构出来的 怎么建构呢 他说 你培养了你很多的美德 你培养了很多你的能力 跟你的长处 你建构了一些 你对一些思考的 这个态度是比较正向的 因为你曾经学习过 这些东西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比较快乐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不是说我练阿弥陀佛 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 反正我练你呢 你要来农天护佑 你这耍赖嘛 是不是 你看到这经文里头 老师读经 真的是很用功的 我每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方 已经要谈护制品了 护制品的前面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他一定有理由 这不是条件交换说 你要这么做 然后我才 不是 是因为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 这两个 的位阶 才拉平 然后自然而然才产生相应 才产生护制 那我们来看 快乐从哪里来 快乐并不是平白站 你自己就会来 你去试试看 你今天觉得身体 你觉得好像 懒散懒散懒散的 如果你说不 无论如果 无论如果 虽然外头下了毛毛的雨 我还是出去 要去把它去走一走 下班回来家 我还是出去 把它走一走 你走一走 以后回来 觉得精神就好一点 为什么 你有付出 你有付出 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你思考事情 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都比较清楚呢 好像是 你那个手机都没有电 你老是觉得说 为什么 我现在用最好的iPad 通通都没有办法连上线 不是这样 是你自己本身 这个基本的东西 必须要有 不是只有 练佛本身 你必须要有 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那么你看 那个欢乐的心 是从我们 慢慢累积累积出来的 好 你再看看 一个人开始 比较喜乐了以后 身体会比较健康 处理事情 做事情 自然而然 就 判断就比较清楚 要去执行的 执行力也会比较好 信心也会比较好 你想想 一个人的信心 执行力都变得比较好的时候 工作起来 是不是也比较快乐呢 所以 是这个原因 你看 一个快乐的人 你平常 在你的生活 习惯 里头 你就做的 做一些比较多的 正向的事情 你慢慢的就 你的脑神经系统 也是建构 比较多正向的回路 所以 所以思考事情来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比较正向的 你会比较喜乐 这个 加州大学 做过一个研究 很好玩 他说啊 要去研究一个人快乐 这个人表现的快乐 可以从好多的地方来看 可以从好多的地方来看 结果呢 他们做了 其中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在1960年的时候 在大学毕业 这是大学毕业生里头的照片 一张一张拿出来看 然后 来找出说 这每一个人 看起来 是不是快乐 那从哪里看呢 看说 这个人的脸 有比较多的微笑 但是 大部分毕业的时候的毕业照上 就是团体的毕业照上 都会有一点微笑 但是微笑里头 就可以分别出来 一种呢 叫度香的微笑 一种叫 贵妇人 出现公众场合的微笑 一个是说 比较 一个是比较 内心里头 真的感觉到欢喜 有成就感的那种微笑 他们有 他的标准 就是嘴角 笑起来是往上扬的 眼睛 那个线条 是比较往上扬的 他笑起来 整个脸的肌肉 都 都可以带动出来的 这个是度香微笑 那种笑的 只是 皮笑若不笑的 那种 只是表示一种礼貌的那种笑 那他称为叫做 这个 这个礼貌的笑 就是 贵妇人 去出现公众场合的笑 然后 把这些人找出来了 以后就分成两组 然后去调查 他们 到了 这个90年代 已经杀了 去看看他们怎么样 结果发现 比较笑的人 事业都比较好 健康情形也比较好 更有趣的是 这些人婚姻也过得比较好 就是杜江的微笑 就是杜江的微笑 所以请大家笑一下 而且 要脸华微笑 所以我常常都会讲说 我母亲她给我的这个礼物 她就跟我讲 聊天聊天聊天的节目就很准备了 也没有别的东西 我现在讲的是行门了 一个人 愿意在他的人生里头 他负起责任 这个人欢喜比较多 我愿意去学一点东西 我就多一点能耐 我愿意去帮忙人家做一点事情 我就建立了更多的温暖的友谊 而且我的自我延伸 我不太孤单寂寞 我愿意调整我自己的 生活作息 我把它控制得好一点 我对我自己负起责任来 我的健康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些调整自己生活的东西 都是负起责任 这叫修行 套用静空师傅的话说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吗 那当然就是建立正确的行为 你建立的正确的行为越多 你的喜乐就越多 是负起责任 你看 我愿意去学一些东西 学一些新的事物 我对负起责任 我对我的健康负起责任 我对我的家人负起责任 我愿意去学一些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负起责任 这些人都比较快乐 坐在那个地方 也不想去负起责任 只觉得我没有办法 那会很沮丧 很无助 那就是忧郁症的来源 大家在修行上 必须要对这个事情也清楚 每一个人 愿意对自己负起责任的人 他的自由度比较大 什么叫自由度呢 因为我愿意去成长 我愿意去做一些 我当然所得到的自由机会空间 就跟得大 所以 这就是 在农天赋词之前 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就是真正能够变成欢喜的人生 第一个是这个欢乐的心 我们再看 第二个 随时心 其实随时心就是随顺 我们讲说随顺 我们的因缘 随顺因缘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把事情看清楚 叫随顺 我们眼前所碰到的随顺 这个时机 现在碰到的是这个 我把它看清楚 我愿意面对真实 而且我愿意用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把事情看清楚 这件事情叫面对真实 面对真实有两个面 一个面是 我内心里头 是不是有成见 第二个是 我没有成见的话 我有没有把客观的事实看清楚 这是面对真实 我们是常常是规避那个真实 怎么规避呢 有一段时间 某一个人 肚子不舒服 胸口不舒服 哪一个地方不舒服 他的家庭医生跟他讲说 你要好好去检查 这个东西 看起来 不太好 可能有东西 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结果这个人 就是不肯去检查 为什么 规避 逃避现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好的 知道了以后 我怕面对现实 人是会这样子的 是 我们对好多事情也是这样 不敢就把它看清楚 哪一个地方 听说那个地方 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在 从此 有的人听了以后就规避 不敢从那里经过 可是 我的想法是 我非得从那里经过不行 难道我要绕 半个小时 然后就绕那个地方吗 不可能 所以 我晚上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一定再把它看清楚一点 然后白天从那里经过 也再把它看清楚一点 听说那里还有一个坟墓 我就不相信 再去把坟墓看的是 哪一家的坟墓 再把它看一看 结果有一天 我把它问出来了 原来是我的朋友的 我的同学的 这个祖先的墓 我跟他讲 看来还是自己人的 所以 好像从此以后 我从那里经过 觉得非常的安详 你把它 什么事情 把它弄清楚 你要做事业 也是把它弄清楚 生理不是拼就是贏 不是说拼就贏 不是看清楚 是不是 市场看清楚 消费行为看清楚 我的 所有的 行销的网络 必须看清楚 不是说拼就贏了 我看很多人做生意 人轻人做生意 就是想到这么做 就把它做下去 他没有去把它弄清楚 所以 随顺的意思是看清楚 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过去都有一些成绩 都有一些过去的经验 我们常常拿过去的经验 来看我们眼前的现实 会不会 这是最容易的 这些事情很麻烦 我们小的时候 一直被照顾的很多 最后养成一个 很严重的依赖的习惯 而且不只是被照顾 是被恐吓到 没有办法独立去做 所以变成一直需要 依赖别人的照顾 或者是依赖别人的意见 这样子的一个依赖 要出去做事情 别人的话都会当真 自己的眼睛 看得都不算数 会不会假 我们的心 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把事情绝照清楚 不像是一个镜子来 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清静的心 就是因为你心里头 没有成见才看清楚 照到这个镜子里的来 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常常是 在镜子里头 画了好多东西 一照了以后 看到是以前画下去的东西 然后说我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是什么东西 你说荒唐不荒唐呢 可是我们常做这个事 我们内心里头 画了一个好多东西 这些是过去的事情 是已经不是真实的事情了 然后拿这个东西 来衡量现在的现实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地图 你拿这个地图 如果你是拿 以前儿童青少年的时代的地图 那么样子的天真 那么样子的感情用事 那么的对别人 那么样子的 有防卫性那么高 那么我用这个东西 要来看事情的时候 常常会是错误的 一个人真正能够登堕人 成为一个成人 那是因为 他把过去的那些 有的东西 又回去把它看清楚了 有些东西 这张地图 已经不是现在的地图了 我打个比方吧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 我们有时候 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还残留着一部分的自卑 但我有了一种自卑的这个东西 残留在这里的时候 我要去跟人家交往 我要跟人家建立人的 人际互动 或者是我去跟人家谈谈一件事情 我会不会在这边产生困扰呢 我们发现人际关系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停留在过去的那一个 自己是自卑的 或者自己跟别人之间是有敌意的 那么所以别人讲一个什么话 自己很容易就冲起来 就会有敌意 然后自己就会觉得蛮紧张的 甚至于不是紧张 是跟别人起冲突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过去的那个经验 那个经验形成他的心理地图 我们称在心理地图 那么这个心理地图 就好像如果你拿台北市 是日本时代的地图 你要拿这个地图要来找 101当然找不到 要去找这个捷银站 当然也找不到 找高铁站也找不到啊 不要说什么 好多建筑物都找不到啊 当然也有一部分找得到的 中东府啊 这个公园里头的博物馆啊 都还有 不过还是有一点麻烦 我要找新公园怎么找不到 现在怎么变成228 名称为患啊 所以各位 每一个人 时时刻刻都应该修正他的地图 叫心理地图 这件事情叫转世成治 我不断地转 我过去的执着在那里的事 我用智慧去觉察 知道 心理地图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跑得很快 你可以穿少一点 你可以一口气 把这个登山的这个计划 就是说 我一天可以走完多少 可是你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你跟他去爬山 你跟那个三十岁的人 你跟他用同样的速度 我觉得你还是把你的转世成治 把它稍稍把它伍算一下 看清楚这个路径 这个计划对你适合不适合 还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说 叫做随时心 也就是随顺 也就是面对真实 一个人能面对真实 是很重要的 佛不断地告诉我们 无常无常 环境一直在变 时代在变 整个的一个环境 这个时代 潮流 通通都在变 观念在变 你如果还是用过去的那个观念 怎么办呢 各位 我们其实也很容易 人到了联老了以后 就变成自己很联老 然后就是老气横秋的样子 这样也被那个老给困住 你说对不对 但话又说了 说那我 老师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假想自己很年轻 不就行了吗 不 那你不符合现实 要你看清楚 所以 从生下来 生猪异命到年老为止 你都要看清清楚 最后可以拍拍手说 我回家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 还哈哈的 笑声回去了 有一天 你够老了 我们说我们生下来就好像 踏上了一步 一列 无限长 无限宽的列车 你就踏上去了 你踏上去了 找一个位置 有空的位置坐下去 坐在你旁边的 那就是你的父母 桌边的就是你的亲友 你本来没什么选择的 就是你的亲友 然后你说 那是 又坐在你旁边的 那可能是你的 这个 兄弟姐妹 然后你慢慢活动 越来越大 你似乎跟这一团人 形成了自己的 真正的家人 或亲友 这样子 比较亲密的一群人 那后来比较远的 也有一个是 可是 你上来的时候 不是集体一起上来的 是独过而上来的 你要记得 有一天 你该下车的时候 也是独过而下车 对不对 很少 说集体下车 那不会是天灾地变 发生大的 是不是 或者是 刚好 同坐一班 飞机发生失事 再有这种这种事情 要不然 就是该下车的 是独过而下车 你还要伤心什么 你把它看清楚吧 免不了有伤心 但是也要看清楚 所以 你可以了解 那个 虚云老和尚 在他最后 留下来的话里头 叫 背喜交加 有背也有喜 有喜也有背 你应该了解 我到了 云门 去参访了以后 我看着 他设立的塔 我想 背喜交加 要把人生看清楚 所以 第三个呢 是 清净心 我们的心清净 这个清净 就是无脏 无烦恼 无明 那就是 这个心清净 这个清净 怎么解释 就是 你的心是平衡的 就是清净 你不觉得吗 什么事情 你的心是平衡的 就清净 不平衡的 就不清净 就有很多 你自己的担忧 很多的 种种的挂虑 种种的人都来 因为你的心不平衡 不平衡 用我们现在脑神经 来看的话 就是说 我脑子里头 根本就没有构成一个 各个部分之间 就是一个 在一个不协调的状态 有一个地方 不断地送出某些东西 然后搞着脑子里头 好像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样 那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但是我如果平衡就清净 我清净的时候 我觉察性就很好 对一些事情的判断 这个了解判断 以及决定行持 都是会 这个比较重肯的 那叫清 叫平衡 你也没有觉得 你口袋里头 你的收支如果平衡的话 你的财务管理 收支是平衡的话 你也没有觉得 你心里面很安 如果你的感情 跟你的理智本身是平衡的 你也没有觉得 你的内心里头是比较平静的呢 所以 清净 清凉 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脑子什么都不想 而是平衡 我已经没有焦虑 没有 我在这个地方 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要学平衡 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啊 因为 你如果先学会了 有德就有失 有失就有非 有量的一边 就有阴暗的一边 你把它看清楚 它就是平衡 我们常常都看到 我要量的 我不看那个 那边有阴暗的那一部分 我只看到我有所得的 我没有看我必须付出的 其他的 所以 一个年轻人跟我讲 说老师 我本来不想生小孩 现在生了 我说生出来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生出来 假设性的 他说生出来了 才跟你谈这个事情啊 我说 那怎么样 你现在后悔了吗 他说即使后悔 我被他弄得实在是很 这个很辛苦 我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生呢 他说当时也这么想啊 生一个也不错啊 我看白人的孩子都这样笑 我说 我的孩子 我不是 你都看到人笑 我还没看到人家要付出的 他本来就是这样 你想着 他 你 他晚上吵你 这些东西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他不吵你 他在家不正常 那么小的幼儿 他一定要吵你 你才会照顾他 他没有别的方法 是不是 然后你又要生气 他说 我去就 你不能太去 这是很自然的 你把它看清楚 这个小孩子 有亮丽的给你一点笑容 你很高兴吗 对 那你就同时要付出代价 晚上他吵你 而且你晚上他吵你 白天随时随地都吵你 那你就同时 你也可以看到他慢慢长大的喜乐 你看起来是平衡的时候 你内心就亲近 但是你只看 只选一个 但是你把眼睛红一边 面子也看不清楚 你的眼睛只蒙在一边 只想看亮的 不想看付出的 他不平衡 这也是 所以 保持平衡 让我们的心 就亲近的 你想着 有一些东西你损失了 你会很难 但是你要想着 有些损失的东西 但是在别的地方上 却带来了新的启发 新的作用 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老师 我脚了好多岁 脚出去的以后 我得到什么 我说 你得到的是功德 你看不到的 那也是一种大布施 你布施给 给政府 财务 你心里面应该感受 而且你也有那个本事 他才扣你那个税 你要这么想 那个税缴完了以后 你心里面觉得是 是欢喜 那就平衡 你就不会觉得 不敢中 他却跟我讲了 一声说 老师 我现在还没有学会那种 你刚刚讲的这一部分 我说你 再过几 你不要忘掉 再过几年 你就懂了 我希望你早一点懂 平衡 夫妻之间是一个平衡 你既然想要 享有这个婚姻的幸福 加同时享有婚姻的责任 它是一个平衡 不是说 我只想要乐的 那夫妻之间 必须要互相付出 互相支持 互相的照顾的那个部分 你说叫麻烦 你听到 一方碎碎恋 你就觉得他很啰嗦 没有那个碎碎恋 怎么会有笑容呢 它是平衡的 你只要内心里头 看到那个平衡的时候 心就清静 你看不出那个平衡 算不出那个平衡点的时候 你那个账 一直都是一笔烂账 所以很多人讲说 我们夫妻一笔烂账 我说对 一定是一笔烂账 因为你怎么算 都没有算平衡 有的人是亲子之间 一笔烂账 但是你没有看清 还是没有算平衡 现代人 喜欢计算 我用计算来讲平衡 来看这个心的 这个亲近 你这样更能了解 这样子无障碍 你能这样子去想一想 就叫做观 叫正观 这就是观法 观对我们 观的这个方法 我用这个 另外一个观念 来看清楚 我用一个正确的观念 来看清楚 就是这样 有一位企业家 他六十岁 他已经默契了 在医院里头 我去看他 那个时候 我在做临终关怀 也在做安宁病房 去看他 他告诉我 老师 我跟你讲 我 过桥的比你走路的还多 我想也对 大企业家 我有一件事情始终不懂 有什么样不懂 也许可以讨论讨论吧 他说 什么叫上帝 什么叫佛菩萨 他们有多慈悲 一点慈悲都没有 我的人生 辛辛苦苦 到了六十岁 我正要开始 好好的 发展到更好的境界的时候 他突然间把我喊 卡拉 我要回家了 他有什么慈悲 你能给我回答吗 你能给我回答 就坐在这里 你不能给我回答 那就请便吧 我说对不起 你如果可以看清楚 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能算得清楚的 你能看得平衡 他说 我就是看不平衡 我说 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平衡 不过 你所有的努力的东西 跟你应该有的东西 你自己去想想看 应该是有那个价值的 就是到此刻 可能是 你要看到到此刻 是你收尾收得最好的时候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看 没有比这个时候 这样更好的时候了 所以 佛法里头 尤其是在残门 他 师徒之间 谈话的很多重点 都是这样 就生活而言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 所以叫当下 我们在这里 看到了平衡 有了平衡 就不会起烦恼 就不再无比 我们也比较看得透一点 而第四个 叫缺欲心 就是 我不要被这个欲给绑住 欲并不是绝对不好的 你看 这个五粒 五根里头 五根五粒 这三十七道笔里头 我们讲五根五粒的时候 你看 欲圣节 练 定 会 欲排第一 是不是 欲排第一 我们不能讲说叫 无欲 不 无欲则刚 没错 可是你不能没有欲 是要正确的欲才可以 可是他告诉我们 缺欲很重要 这又怎么说 你想想 一个人 有个欲望 能够延缓一下欲望 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再来享受 我原来的欲望 这个人 他的身心的发展 是不是比较好 人生是不是可以 构筑得比较快乐 你看 那国民小学的小孩子 小孩子在十岁之前 他如果学会了 我回家 先把功课做完 然后 再来看电视 我先把 我应该父母亲 交代一些事情做完 然后 我再来做 这个 享受的事情 那么 这些孩子 就是他比较能 缺欲 就是我这个欲 可以延缓一点 缺欲心 一个人 能如此的时候 他就不会被这个欲 给绑得很死 所以 你看 贪嗔 吃慢 以邪见 全部都是 因为我不能 缺欲 而产生的 我没有办法 稍稍延缓一下 比如说 贪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贪 一个人 只想去玩乐 贪玩 那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缺欲心 他没有把他该做的事情 先做 不是不可以玩 他应该先 该做的事情 要先做 一个人只要养成这个习惯 他一辈子受用无穷 缺欲心 如果没有发展出来 有贪嗔之慢 以邪见 通通有 为什么 贪玩 贪享受 这个 贪种种的虚望 贪 称呢 也是一样 称怒骂人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时候 没骂就 没骂就 不舒服 因为 如果没有骂一遍 就不舒服 那个时候 就是 先骂了 再说 所以 应该是 我延缓一下 我想讲他 但是 我先把事情 处理好 然后我才 其实我也可以讲他 这笔生意谈好了以后 然后才告诉他 其实 老哥 你这样子 我当时也有点 不过 我觉得 我们做朋友 还是要这样 你要讲几句话 可以的 但是 多余的话 比前面一开始 就 两个人对起来 要好的很多 但是聪明一点的话 就是 我延缓到后面 你可以找适当的人谈 但 也不需要 去跟他 在那里 安马阿贝 所以你看看 却欲行这件事情 贪嗔 吃 鱼吃的东西 执着在那个地方 那种吃 执着在那个观念里头 也是一样 这些东西 这四个 欢乐的心 随时心 亲近心 确逸心 其实可以 一个人愿意负起责任 是欢乐的根源 一个人 随顺随时 只表示我能面对真实 一个人保持平衡 才能够达到亲近的心 一个人能确逸心 表示他能够延缓 他的欲望 延缓他的暴涨 去做一些 他应该做的事情 使自己能够 在整个一个生活 各方面 能够做得比较好 拥护品 你看 这个地方主要的目的是在谈 这个 这个 天龙的护佑 天神的护佑 他怎么会这个地方 先谈这个呢 是啊 就是这个先谈 这个以后 你看 佛接下去 但有四事 即得波多撒美 有四件事情 很快 你就可以再练佛 波多撒美上 非常有效果 而且 你会得到 龙天的护佑 那四事呢 第一 不信外道 第二 不断爱 这个 要断爱 爱欲 那么第三 如法行 第四 无所贪生 这四件事情 什么叫不信外道呢 大家很清楚 佛法 讲空法 那么空跟有 叫真空妙有 外道执着在有里头 所以你要看清楚 这个佛法是不二的 四处数间法不二的 外道呢 执着于有跟取 那么这个 佛法呢 那么 讲的是空性 那么万有最后 不离空性 我们也不离 那个原来的 那个法性 所以 我们这里 来人间 一旅 放下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 极乐世界去 所以 你可以了解 只有正法 你才能够 与波多撒美相应 所以 可以到 跟 很快 就是 我们 这个 叫实恋往生 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 这个 要断欲 也就是 我不会被 欲望 给困住 要把欲 变成 我们的正念 可以在我们的人世界里头 我们 愿意跟别人分享 我们愿意跟别人双赢 我们跟别人互利 那么 这样子的欲 就不是只有私欲 那么这样子 我们说 叫做 断爱欲 第二个呢 断爱欲呢 也代表着 一个人 如果一直执着在 这个对生命的 情爱 你知道 佛一直告诉我们 这个淫欲 是最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 生命里头 本来就免不了油血 油肉 所以 无论是从 心理学 或者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生命的背后 有一个 有一个力量 那个力量 Floyd称它 叫Lebido 称它叫 叫Pleasure 也就是说 不断地在追求 这个Pleasure 那么 这个部分 这个最基本的生命的欲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它 可是 来的 就是那个力量来的 可是玩 就好像 你付出 去买一张票 你付出的是 这个Pleasure 来的 Pleasure是一个 广义的 Lebido的一种力量 一个生命力 它也跟盈欲 都结合在一起 可是你要回家的时候 你必须要拍拍手 能放下 这个部分 在 佛教的 佛法的修行上 一直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根本的 能不能回家 把它看清楚 那么 第二个是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 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遇六根 所形成的那种遇 也成为爱遇 我如果一个 一直都贪值得太厉害 我不容易解套 我们不容易解套 所以 断爱遇的意思 并不是告诉我们 人生的 人生不需要有那种大慈大悲 需要去好好施展我们的志业 去发展我们幸福的人生 而是贪值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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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遇里头 我们 有两个 心理学里头 有两个字 在表达这个东西的 一个就是happy 一个叫precious happy这个字呢 就是 我发挥了我的功能 展现这个光明的人生 创造更多跟别人分享的东西 我产生了happy pressure是 我不断地 透过我的六根 就好像都一直期待着这样 让自己可以快乐 死锁的这个 锁的东西叫precious 是感官的 追求感官的快乐 跟施展我们 的功能 所产生的不一样 那他告诉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会 也并不是说 这个happy的人 并不表示说 都没有precious 也是有 但他不会完全 执着在这个precious 里头 但一个人 只要完全执着在 这个precious 里头 他就比较 没有办法去创造 一个真正happy的 那点 所以 有的人 他就一直在追求着 那种享乐 追求着 五官的享乐 像吸毒 种种的这种 一些享受 而没有好好去施展 他的人生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 所以断爱欲 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 要在这个地方 有所 这个 这个节物才可以 那么 这个 能够 把这个东西 能够做得好的话 我们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一个人心呢 就显然 就稳定的很多 所以 再来 第三个 就是如法行 我们必须 依到佛的教法 如什么法 依法 不依人 依义 不依义 依了义 不依不了义 依智 不依事 加事依 我们要如法行 我们念佛 这个修波多撒妹 我们要如法行 第四个 无所贪生 我不是贪执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我们知道 它有一天来 生诸异念 但是很自然 我不必在这个当中 变成贪生怕死 我们应该是珍惜这个生命 但是在这里生活的 有发喜 所以 这个生命结束了 要结束的时候 还知道说 嗯 我终于好好的 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人生过得 我觉得 用了我的智慧 把它活得圆满了 那么 这个 无所贪生了 那么这样说来 这是变成 这几个 我们谈到了 这个 所谓的 能够真正的欢乐者 那么 能够使我们真正可以 喜乐的 就从这个地方 这些基本的条件来 我们 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 那么 我们 就有 欢乐心 有随时心 有清静心 有痊愈心 我们 这个 自然 很自然的 就不会跟着外道走 断爱欲 如法行 那么 无所贪生 能够如此 那么 这个 我们 在 念这个 波周撒妹 佛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么 也就很自然 就可以办得到了 那么 你能如此的时候 容天护法 自然跟你相应 所以 佛告贤 护菩萨 是菩萨 那么 学是撒妹 那么 这个 若辞 若诵 那么 若守 你 听闻这部经 读这部经 好好的去学习 那么 今世级得 五百功德 就在这个 有生之年 你就得了 五百功德 功德比福德 更具有影响力 而且 不种兵 水火 所不能害 毒所不能种 毒所猛兽 也不能侵害 身心无病 你看看 如果我们能够 这样正确的 去念佛的话 是不是 我们自然而然 就 这种伤害 就会 自然 就没有 那么 也正因为如此 佛告诉我们 我们修这个 波浊茶妹 我们每一个人 都得到 农天的护佑 那么 这个农天的护佑 我们 这个 愿意 这个 这个 去 修 欢喜的人生 透过欢乐心 随时心 清净心 缺义心 然后我们 不信外道 断爱欲 如法行 贪 无所贪生 那么这样子 我们的 念佛 就会 念得很好 那 光是 在有生之年 你是得了 五百功德 那 又何况说 我们得到 农天的护佑 所以 我发现 我们 每一个人 各位 都要 精进一点 也就是说 你不能什么都不做 等着 龙天 来护佑 你只练了一个 奥密托佛 就统统要得到 龙天的护佑 这一段 所谓的 这个 用护品 第八 他要谈的这个课题 他会在这个地方 很清楚的 讲的 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 我们因为有去实践 才真正得到 龙天护佑 我们才真正在 县世里的 得五百功德 我们也真正 可以实验往生 这样 这个 所谓的 拥护品 这一品经的意思 就在这里了 所以 有一点时间 把一部经 你把它仔细的 把它那个结构 看清楚 你才知道说 哦 原来 龙天护佑 修波多撒妹 这个护佑 原来的 他的一个过程 是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 在这个修持里头 产生了 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 也自然而然 跟我们周边的 这个生命世界里头 一切都产生一个 很好的和谐的感应 而我们自然而然 也跟极乐世界的 那个法 是感应的 所以 你就很清楚 可以知道说 练佛 这个波多撒妹 觉得 佛就在潜力 佛就在我们的身边 时时刻刻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是这样子的 一个修行 它其实 在整个的一个法位上 是那么样子的 这个完整性 而且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同时 是在 凡圣同基土的 净土里头 同时 以后就是还有一些 我们没有修得够的 那些 我们要去的时候 那是 这个方便 有余土的地方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就慢慢成就到 十报 庄严土 然后 在成就 十报 庄严土 这过程当中 是 极乐世界的 圣众 每天各以 依格圣诸妙华 供养十方诸佛 各位都是来这里 供养释迦牟尼佛 怎么供养 释迦牟尼佛 缺你供养吗 不 你来这里 等于就是 用你的努力 用你的德恨 来这里 说佛啊 我有听你的教话 我真的在这里努力 得出一点成果 然后最后 就是 十报庄严土的时候 才欺入了 十方如来法界 也就是 一针法界 也可以说 它就是 华藏世界 那个是 长吉光净土 长吉光净土 是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 用 名相来描述的 也就是 它 同时 也其实在这里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又称它 叫做无良寿 所以 每个人都属于 无良寿的一部分 那么 在这个 受绝品 再到 永富品的过程当中 这经的结构 它告诉我们的 是那么样子的 这个 这个 一条理 那么有结构性 那么 我们听 我们现在 应该很清楚 也并不麻烦 你知道了 常常去运用它 那么 自然偶然 常常练佛 也提醒自己 好好去运用它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我们自然 一切现成 所以 为什么 说 练佛这个法门 叫义行门 因为 你常常练 那个力量 也会进来 等一下 大家一起练佛 那个力量 也会进来 每一个礼拜 听一次法 那个力量 会心 也会进来 自然而然的 那个喜乐的心 增加 自然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 精神的平衡 那么 能量 也都会比较够 所以 极乐世界 跟我们的应感 就越来越亲切 这就是 为什么觉得 佛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种 那种感受 会越来 越觉得温馨 也是从这里来的 今天呢 那么 我们 讲到 护持品 这个地方 你看看 我们选了 两则 这个 佛最后的 长颂 他说 诸天 习共 那么 这个 颂其得 就是 这个 诸天 也就是 天龙 那么 他们呢 通通都会 这个 去行 他们的 这个父子 那么 所以 自然而然的 天人 龙鬼 增脱 增脱 那么 这些东西呢 他 不会 造成 他会 保护我们 那么 这个 这个 所有的 这个 这个 鬼神呢 自然而然 他 也不会 伤害我们 诸佛 不要 不要把自己 变成 自我 中心 应该是 跟 一切 友情 众生 那么 同属 佛怀的一部分 常行 精进 怀 一个人 常常 必须要精进的 怀着这个 欢喜心 勇猛的 去修行 用心 合约 奉此法 必须很专心的 来合约 来奉行 这个 波浊 撒妹 这个法 其功德行 不可义 他所得到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行此 撒妹 得如是 好好去行这个波浊撒妹 就能够达到 这一个 那么 不可思议的 这样子的 一个 佛会 那么 真正的 这个 入于佛的本怀 好 我们今天 讲到这里圆满 我们 接下去 来练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